哈喽 大家好 我是阿栋 今天是我居家隔离的第61天 今天非常开心 我买到了豆制品 已经两个多月没有吃豆制品了 今天准备烧一个上海本帮菜 红烧素鸡 红烧素鸡的做法也是非常简单 营养又美味 话不多说就跟着我的镜头 我们一起出发去看看吧 大家好 今天我们吃的简单一点 我们今天烧一个红烧素鸡 这是素鸡 相比大家都非常熟悉 现在我要开始做了 这油温稍微多一点 我们先干什么呢 把这个素鸡煎一下 油温升到你感觉差不多的时候 就可以放入素鸡了 火很小 素鸡像馒头片有 嗯嗯 我也觉得是 哇 感觉不够炸呀 炸到焦黄状态 然后我们再翻一个面 继续炸 炸的你感觉差不多了 那么就把它捞出来 放到热水里泡一泡 泡一泡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让这个素鸡呢吃上去 更软 口感更好 口感更好 下一步呢 锅中加水 倒入 刚才的水 浸泡好的素鸡 然后倒入一勺老抽 两勺生抽 我呢 喜欢口感稍微浓一点 我又加入了半勺豆瓣酱 那么现在就是呈现这样的状态了 下一步呢 我们要调味了 首先啊 尝尝这个汤的味道 嗯 还是蛮淡的 可能是我这个水呢 加的比较多 那我就要继续再放点调料了 再放一点生抽 放一点盐 最重要的是要放糖 糖多摆一点 然后啊 盖上锅盖 我们继续焖煮 好的 那么最后呢 我们在大火滚了下 大火收收汁 一道简单 营养美味的 红烧素鸡 今早呢 就收好了 煮饭是没吃的哦 今早呢 收着本帮红烧素鸡 最后呢 不打开口罩 我收好汁而生平 口罩 跟生命之类的口罌呢 煮饭是没比较哦 好了今早日边呢 就拍到给它了 给大家收口 那吴吉日宾 在位了 拜拜